小红帽帮大鱼狼看牙 还有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扑克牌人 童话故事人物立体呈现在眼前 幕后创作者就是他 日本插画大师加藤真志 跟大型Q版小红帽人偶一起现身 这回首度来到台湾 举办小红帽插画特展 场景氛围营造出温暖的童趣感 加藤真志说真的很感动 展区一角是作者的手稿测区 让民众一窥背后的创作秘辛 六大主题另类呈现出可爱的童话故事 赤鱼和Sherry和Sharon Sharon 还有Alice 有很多东西 日本大师级画作来到博尔特区展出 暑假到高雄观光 再增添一个休闲好去处 三连新闻黄志忠高雄报道